金门27号发生一起恍惚开车自撞的车祸 车上四人送医 根据警方表示 27号下午三点多 一位纯姓民众驾驶银辉社的车子 沿着博弈路要往泰武山方向开 驾驶人称该路段不太熟悉 导致操作方向盘失误 因此开出车道路线自撞路灯 神自驾这边路也不熟 这边路也不熟 台湾回来这边路也不熟 一个弯道 直接撞下去 对 弯道人就撞上去 几个人受伤 应该两个 一大一小 一个小朋友 是回来玩的就对了 回来玩 根据警方表示 这名陈姓驾驶和车上的商者三人都是亲戚关系 户籍都在金门 但是都在台湾居住 是趁着假日来金门旅游 今27日下午15时8分左右 诚信民众 驾驶银灰色自小客车 沿金湖镇博弈路五段 鲁王墓往太武山方向行驶 驾驶人称 对该路段不熟悉 自操作方向盘失误 导致车辆使出路源 自撞路灯 强大的撞击力道 造成交车的车头变形 该事故造成诚信驾驶 及三名乘客 轻微差错伤 重医检查 警方拒报赶底现场 迅速排除事故 及疏导交通 军队驾驶实施久策 初步排除久后驾车行为 有关造势责任 警方目前正在查证中 警方也提醒驾驶人 要全程开车的时候注意路况 确保行车安全 避免发生意外